好,大盤今天就是屈如虹,涨了超过300点,而且收复了16300点大关 虽然说上面还有这个月线跟季线的反压 但是今天已经出现了好多跌升反弹的股票 那现在如果是空手的该怎么布局啊 空手的,当然我们这几天都跟他讲说 讯号,可以买的讯号是什么 就是要站回转机均线嘛 那今天这个状况在昨天美股大涨 特别是联总会,看起来好像开始转歌的感觉 那今天就一根跳空开高之后 开高走高站回到五日线,十日线之上 所以是不是一个可以买进的讯号 我觉得确实是,确实是 所以可以试着去找一些股票 那当然在你买股票的这个过程中间 要做哪一些的,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 其实我觉得大概会是这样一个格局 就是说,第一个,今天刚好也是台币 台币也表现得不错嘛 台币表现不错的状况底下 那当然外资回流的机会 我觉得相对就会高一些啦 这是第一个点 那这个地方,大家就想 外资回来,第一个它是资金比较大的 所以它大资金的角度 通常,第一个大资金的特性是什么? 第一个,可能比较有耐性嘛 就是有耐性 然后也必须要慢慢买 它也不能很快的买 它也要买到够多的货 大概是几个特色 那它怎么买到够多的货呢? 通常就是说,那个散户 散户是不是想要丢什么东西啊? 对,就是比如说 散户丢,然后外资来捡嘛 大概是这样一个格局 那这种状况通常就在破底的格局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那个2327的国具好了 以国具这个角度人会注意到 其实它这一波一路涨 一路涨上来 但是你在10月26号 那天是稍微有点破底 跌破了前面10月4号509的低点 来到507 结果你发掘一件事情 就是它跌下来之后啊 结果反而是什么? 反而法人是站在买方的 像这一种的个股 它原本外资等于是连买了三个月嘛 结果那一天破底完 隔天反而是投信外资 都是大满 那它接下来就稍微正一阵 之后又继续上攻啊 这是一个角度 像这一种就算是说怎么样 就是前面本来就相对强 相对强在长了一大段之后 一个甩轿之后再上 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其中也包含像什么 像3036的文业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格局 其实它是在那个11月26号 那一天破底 那一天反而是外资也是持续买 然后这一段过程中间 其实投信也都持续站在买方 像这一种等于是在上涨的过程中间甩轿 先把那个因为破底嘛 有些时候 甩轿就会被甩出去 像这一种格局的个股 大家我觉得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今天的盘势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今天从台积电 台积电的表现不错 台积电之前我们讲说 531的位置要注意嘛 然后再上来就是540 就今天就一举跳空上来 又站回到540之上了 那同时这个位置也是什么 也是月线季线 所以等于是说 昨天晚上 从AMD 的好收集 带动所谓的科技股 科技股的表现 所以台积电 那刚好就顺势就开高 又站回到月季线之上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那其实坦白说 我会觉得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从第三季的法说 我们说那个三奈米大概来到 6%的那个营收 营收占比 那这样子的角度 其实就明年而言 因为现在三奈米的客户 应该是只有苹果而已 就明年而言 法说会讲说联巴克 包含高通 包含大量挥打 可能都会 都会开始抢三奈米的 那个残能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台积电 这样也有一个 跌破重要加位 都又站回的一个格局 是不是也可以注意 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注意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部分 你说包含像那个 昨天我们还特别提到的 像343的创意 今天也算是用开高 稍微做一个整理 然后包含像 3661的世行KY 其实也都是维持一个 强势的格局 所以看起来 就目前的角度 是不是 反攻的号角 已经吹响了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确实也有这个机会 那另外包含 在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等于是 那个开高走高 也是一路高歌浓金 就站回到 那个月线季线之上 所以像这种的状况 我觉得 其实就是可以 开始去找一些股票 试着来做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前面 大家已经闷了两三个月了 那在这个点上来的时候 那通常你是不是操作上面 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许 那个要稍有弹性 怎么讲 就是说一些个股 如果刚要点完上去 上去之后看到有一些卖压 因为这种状况 大家通常这种时候就是半信半疑 或者是说我原本就是套牢的 好不容易上来 快要解套 或者是解套了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站在卖方 那像这种状况 那其实你说 稍微一上来有点卖压 是不是跟着调节一下 然后回头再接 我觉得也是一个操作的方法 那这部分就是根据 目前的盘式 给大家一些操作的思维 给大家参考 好 今天这个PCB 还有CCL 第三季表现 战季不战 联帽啊 台药啊 电影投控 都还有买单点火 可以接这些转强的PCB股吗 其实这个部分 今天最强的 应该是早盘一看最强 是6274的台药 早盘还有来到掌停板的位置 那他这个位阶 倒是说前面 前面应该昨天 刚好就测到半年线的位置 就今天顺势又开高了 当然这种状况 我就会提醒大家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为他上面 毕竟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头部 比较大的头部 那像这种格局的话 那其实有头部的意思是什么 就有人套牢嘛 有人套牢就是什么 就上来可能 就会开始有一些套牢的解套卖 大概都会是这样的格局 但是呢 既然提到这个 我们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包含像3105的文帽 其实文帽也蛮有趣的 他前面那几天 大概10月22号 20号开始 那几天看起来是一路跌破 就10月26号 所以10月26号那天真的是蛮惨的 很多个股都真的跌破 好像10月26号那天 也是在灌破前面的低点 结果呢 隔天稍微开一个平高盘之后 就拉上去 基本上这个黑线组合就有点什么 就有点所谓的低档吞噬线的一个概念 结果我们回头晚上去看 怎么那一天反而是法人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可以说是破底之后 法人反而是逆势站在买方 结果隔天呢 就发觉跳空上去 一架锁死就涨停到底了 像这种格局是代表什么 就代表说其实他就不想跟你玩 对 法人就是 反正涨上来我直接锁涨停 你东西想要买也买不到 你隔天你敢买的话 那当然你就出去买 对 但是你说像这种格局 表现起来就相对强 但是可以注意到 他这个涨停的位置 刚好是140元 140元 那刚好又跳过了 又站上了那个前面 大概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 这一个整理区的位置 所以客观来讲 那像这种格局的角度是代表什么 我涨停在这边锁住 那我这里 这一段套牢的人 我涨停会不会卖 也有可能会卖 有些散户的状况是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注意到 涨停完隔天 其实在上面震荡的时候 又爆了一个大量 但是爆大量又代表什么意义 对 大家就想 在这里 如果你前一年涨停忍住没卖的人 今天在这里大幅震荡的时候 很多人是会怎么样 心情上可能就变惊弓之鸟 想说赚一点赚好了 赚快调节一下 结果这里调节完之后 你看 昨天跟今天 其实就等于是高档做一个量缩整理的动作 那这样的走势强不强 其实我认为是蛮强的 所以大家就记得 在操作上面 如果像是刚刚讲的6274的台药的话 毕竟上面有比较大群的套劳卖押 但是你说相对稳貌 它就是跳过去 跳过去之后 刚好借由大量洗盘 把一些会走的先扫出场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操作上面当然也是说 买一些找法人的个股 找策码大家都会 但是找完之后大家就要思考 接下来的下一步 我们要怎么做 我觉得大概会是以这样的角度 给它操作上的一些建议 这波这个网通族群是相对抗贴 因为很多企业其实都搭上了细光子的题材 这个企机它搭着细光子的利多供掌勤 现在可以排队抢反弹吗 这波的网通股其实都可以预测说 第三季的财报会不会缴出亮眼的成绩单 网通的部分 网通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因为其实像之前企机 企机的角度刚好 在前面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公开推荐 那时候等于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然后我们说跌破短期均线 可以先做一个出场 所以前一波如果获利出场的话 倒是没有问题 那这一波的下杀 我们也可以稍微解读一下它的状况 它这里杀下来 其实整理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它也是很明显 它是不是昨天是破底 昨天破底 今天翻上来之后 稍微震一下 马上拉涨停给你看 几乎是瞬间的事情 那像这种格局 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对应到刚刚讲的文贸 它这边是不是涨停 就是过了前面的整理区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心情上大家就会想 哇好崩一套了 甚至说昨天的破底 会把一些人又下走了 那下走完今天又涨停 你又不敢买回来 甚至你想买回来又买不到 像这种格局的话 那后面其实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前面大概在134附近的位置 因为今天的涨停在135.5 所以我觉得134的位置 如果能守住的话 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注意的 确实还是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一份西方值的部分 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华星光 华星光也是 也是蛮 要怎么讲呢 也是蛮 蛮 蛮凶恶的一种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9月 9月的那一段 有一波 是一个处置的期间 到13号 13号 结果14号出关 出关之后 对 应该出关 出关之后 结果隔天 9月15号 立刻一个跌停锁死 就跌停锁死完之后 再杀 就几乎是杀了两根跌停 往下测到122的位置 大概我们可以回头来看 9月15号那一天 那个跌停价格是157.5 157.5这个位阶 结果跌下去之后 摸摸摸摸摸摸 又摸上来 又站回季限 又站回157的位置 结果咧 结果你看看起来 好像又维持强势 但是提醒大家 他昨天又继续蹲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流动性 比较不好 是不是要操作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一样的意思 要跟大家表达的意思 是什么 其实像那个 滑星光的角度 这一段的跌下来 反而 投信居然是站在买方 投信是站在买方 像这种的状况 就提醒大家 像这种个股 你说 根据法人的 动上来做操作的时候 是一个角度 是一个角度 那接下来就是说 停损就是设好 因为假设以 滑星光的状况来看的话 他这一波 他真的比较 开始大买的时候 大概9月26号 投信 比较明显的买超 就连买了 四天五天六天 大概买了六天 他价格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 这就是一个点 那时候可能 价格在141附近 141附近 你如果往下 这个10% 那其实大概也会是一个 那个 不错的一个设定的位置 那当然前面的低点就是122 所以 我觉得操作上面 你从法人的角度 你想要跟 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跟的状况 你就要注意 法人其实也会利用甩胶这一招 把你甩出去 那你怎么样 买在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位置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重点 那当然 停顺的设定也是必要的 所以像这种状况 其实最近可能有蛮多这样的股票 可以去找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包含像投信 因为那个 应该说 劳退基金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新闻说 还有700多亿 然后也包含像外资 外资 今天如果有机会回流的话 因为外资的钱也更多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 我们就可以去追踪 那个所谓法人的筹码 从中间再去寻找一些 不错的标的 那当然 在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几块 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譬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像那个2727的王廷 好了 王廷你可以看到 他这连续三天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量缩上涨的格局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状况 他前面几天 也是怎么样 也是投信 默默在买 偷偷在买 奇怪了 你看这也是破敌 破敌又偷偷在买 但是我们反观 如果回到他的 基本面的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觉 他第三季的营收 这个是百万千万 大概来到58亿 结果第二季的营收到 53亿 53亿到54亿 53.8亿 可以这么讲 所以你看 他不止 他不止 不止 那个股价在破底 股价破底 但是营收却在创高 营收在创高的时候 法然又偷偷买 所以这时候 你还可以搭配一点 所谓的 基本面的思维 回来做一些思考 像这种状况 就证明一件事情 之前为什么会一直跌 明明基本面就是好 为什么会一直跌 其实就是筹码的因素 前面涨了一大波之后 大家就忍掉了 就慢慢买 但是 杀到这里之后 感觉好像价值又浮现了 所以法然就偷偷买 偷偷买 这行情就被他炒起来了 大概概念上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 有时候破底 也是几个角度 就是杀的人到底是谁 如果是因为没有买盘 就是所谓的量缩价跌 我们从供需法则的角度 量缩价跌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需求 需求没有了 没有人敢买的时候 这种跌法可能是比较虚的 意思是说需求回来 那其实我就敢买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气氛 恩惟的一个概念 当然另外 大家一定也很想要问的就是说 像那个 AI的族群 尤其AI的族群像广达 今天很多人就问说 广达是不是那个 外资也是低档偷偷买 那是不是也有机会了 有没有机会解套 我套在多少多少多少 有没有机会再上来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就提醒大家 像广达就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 他是破底之后 并没有翻上来 并没有翻上来 用刚举的 包含像文帽的例子 包含像企机的例子 他们都是 破底翻之后翻上来 就是站上所谓的整理区 那所以广达 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他前面一波 前面一波的整理区 可能上方的位置 大概209附近 然后那个低档的位置 可能在抓200左右 所以能不能站回到209 或者是我们之前设定的211之上 如果能站上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 那当然第一个阶段 就是200元的整数关卡 今天能守住的话 那当然就有机会 慢慢再往上挑战 如果不能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反而 反弹是开一个人道走廊 让你赶快离开 赶快撤退 走一个反弹坡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下 那特别是像这一种的个股 它前面 往上周又有更大的套牢卖押 所以讲实在话 即便外资连买三天 但是你说 连买三天要兑付上面这个 可以是将近两个半月 好的一个大的头部 有可能一处而就吗 这个地方我会特别提醒大家 上面套牢卖要特别重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要相对的注意一下 这部分在操作上面 我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参考 说到外资在买 这个观光股 长荣行华航反弹了 现在外资却还在卖 但是眼前明明就有这个旅展的力多 现在是只能功不能弱 这个地方 你说长荣行华航 目前外资还是站在卖方 还在卖方 那你说他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底部的样子 其实是有点 因为昨天 昨天柔宇斯益跟红K 又站回到月线之上了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是这么讲 就是说旅展的力多 力多也好 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力多也好 其实我个人对于航空股 我比较没有特别的青睐 因为第一个他们股本大 你说实在话他们要长多少 我觉得其实有限 所以真的要炒 不要说炒 真的要参与所谓的旅展的题材 我们其实也可以注意 像2731的熊狮 就是旅行社的这一组 一样 你看我们之前讲的道理 你看他从10月24号 他是在10月20号见底点 10月24号的时候 就是投信就开始偷偷进场了 偷偷进场之后 后面还连买四天 算是买的比较多 那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注意 第一个 10月25号 这一天是破底之后 翻上站上到月线 站上月线 然后隔天稍微震一震 就一路向上走 然后到目前 又是昨天的状况 就站回到季线之上 那像这一种个股 反而是低档投信在买 而且从量人的角度 看起来也是一个量增 价长的一个格局 那像这种状况 你反而在操作上面 我会觉得 可能旅行社的个股 还比较活泼一点 不过当然就要注意 这一些个股 包含像5706 他是外资在卖 投信也没有什么在买的 那这种是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像那个凤凰 当然熊狮是站上季线 凤凰的角度等于是说 昨天挑战季线上不去 今天再挑战还是上不去 那我们就可以回头等他 是不是回测到月线附近 或者是说看熊狮是不是 能够维持强势 那我们再考虑 是不是要做跟进的动作 操作策略上 大家会以这样的角度 来做一些思考